一个多月前 金女士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了一位叫海叔的发型师 并成为了她的粉丝 10月4号下午 金女士转了多趟地铁跨区来找那位发型师做头发 结果有点失望 我住在那个西湖区 离这个理发店多远 差不多40分钟 那怎么来这里理发呀 我就认为它技术好吧 我就来尝试一下 坐地铁40分钟坐着这台理发 对 我还有骑电动车加上坐地铁 我看那个微信里面的视频号 看了差不多有一个月吧 关注这个理发师啊 对 金女士介绍 她是特意找海叔给自己做的头发 花了1960块钱 主要的费用是用在了一种叫洗刘海的工序上 这个价格有点超过了她的预期 在和以前的视频做了对比之后 金女士对自己的发型 特别是刘海很不满意 她说刘海放一边要适合我一点 那是做了什么处理呢 做了软化 用药水软化了一下 药水它是1580 就是它的技术之前 就是设计这个发型 你看 就跟我原先是一样的 我发明话 没事 你又觉得跟普通的有什么区别 对啊 就是没有区别 不说原来好看 最起码它这个做出来没有区别 我很不满意 找到杭州唯一造型护肤水银康亭店 不巧的是门店休息 没有人上班 金女士表示 她之前已经跟发型师海淑沟通过 双方没有达成一致 她最好把这个钱退给我 全退啊 那我想看看她怎么说 因为毕竟我觉得一开始 我是对她抱有很大希望的 我都关注一个月了 然后我还是来了 作为她的粉丝觉得差距太大 对啊 还有就是我们打工的嘛 一个月就四五千块钱 我在她这里一下花了半个月 全是愿意的呀 不是 其实我也很心疼 但是我一想嘛 如果她做出来我满意 那也就不心疼了 也想想就算了 她就说 要不改天你来 我给你再免费做一次 这个药具也还合递的呀 但是我不相信了呀 因为我这么远来 又花这么多钱 她第一次都没给我弄好 你想想下次肯定还是不行 当着记者的面 金女士拨通了海叔的电话 据发型师介绍 金女士说的洗刘海 或者软化刘海 其实是进行了烫发 退是肯定退不了的 但是你做的一点效果没有呀 可以技术整改 改我也不相信你了 我要改我早都来了 我们没有办法保证百分百满意 那如果她不接受 那就只能跟我们店长 去讨论这个问题 我态度愿意承担 我的技术的一个失败 这个300到500块钱 我能接受 这个钱我会来出 在你剪头发之前 你们都没跟我说价格 直接就给我剪了 首先一个我们店里面 所有的都是密码标价 我们一定是在顾客 认可以后操作 所有的全部有监控 金女士说 在做发型时 确实有工作人员 跟自己说过价格 但当时她有点措手不及 跟我说完 我适合什么发型 然后就剪掉了 我当时的头还蒙着的 然后就给我看了个价目表 她说最低的是1580 上面还有更高的 然后我就挑了个最低的 她说这是起步价 金女士认为 最低的1580块钱 应该就包含了所有费用 不过发型师海淑 和稍后联系上的店长都表示 发型师的造型费是另算的 他们都表示 鉴于金女士 是专程来做头发的粉丝 可以改天 再为金女士免费造型 并赔偿500元 而金女士要求 退回1500元 我会在明天 三万班之后 然后跟这个相对应的 这一部分的操作的人员 和这个相关责任人 我们商讨后 然后明天我跟金女士来店 至于说退费的问题 那么我们协商 如果OK 那么就现场转账 如果不OK 那么金女士来 那么再找其他赌金也没有关系 我们反正店开在这里 金女士表示 她可以先等等 杜店长的处理结果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金女士反馈 经营市场监管部门调解 双方达成了 总计900元的补偿方案